星期五 又來到星期五 周末期間 究竟大家吃些什麼 或者可以趁著放假的時候 怎樣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 這時候就和趙博士分享一下 聊聊天 Hello 趙博士 Hello 你好 趙博士 如果計算農曆年 今天是14 明天是15立春 出現一個過元年 尤其是中國人的生活模式是這樣的 大家過年的時候 有些禮送給你 例如是多款的糕點 賀年的巴有的糕點也好 其實早兩集都講過 因為這些可能是自己親手做的 食用安全期都是受到關注 第一件事是這樣的 那些糕點 第二 其實我這段時間 除了是年28洗辣撻 收拾一整間屋 究竟有些什麼物資 是放在那裡 整年都封了一層 尤其是可能是一些糖果 或者是食物那些 我看回 過了期 我家人有個反應是這樣的 過了少少而已 可以吃的 所以這些食物安全的情況 有些什麼好的提供呢 其實這個過期是不是問題呢 其實就好看 我不能夠說是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因為第一好看是什麼來的 人家的鹽等了20年都是那一層鹽的 有沒有問題 那鹽就沒有了 因為化石都可以等 越等得久越好 所以某些事情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 究竟風水有沒有問題呢 比如你年初一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剪頭髮 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大家跟 因為原來可能傳下來 就是以前出了一些事 那你說 沒有啊 我今年人家說不行的 我照做了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的 可以這樣 那你說 因為我們拿資料來看 就是說 雙風感冒其實是否對抵抗好些呢 因為我教會抵抗力 多些被他接觸 但是有些人就因為他教會那樣東西 然後就出了事 因為他可能他頂不住 這樣就有個問題了 是不是 那拿同一個道理放下去 比如風水啦 講身體健康病啦 嗯 再加一樣東西 就是說 如果我偷食 偷食我已經有一個心上人了 我去偷食 所以不是食物放進嘴裡 你偷食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偷食 我偷食 我偷食 那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出事呢 還有 如果讓對方知道的時候 因為你不舒服 你又想讓對方知道 又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那你就這些叫Risk Reward 對不對 Risk Reward 就是有機會有問題 還有機會很大問題 離婚啊 很多東西可以這樣的 但又未必有問題 但又未必有問題 是吧 你可能要等我 因為我今天跟你說出差 都要跟我錄下 我亦都要入友 所以他可能會跟我講幾句 沒問題 是 是啦 變了 因為我今天不在辦公室 Regular and just do it 是 我剛才提出 好了 他已經知道了 現在我繼續跟你說這個問題 就是說 好像我剛剛這樣 我今天出差 因為有訪問的 有沒有問題呢 有沒有問題呢 那可以有少少問題 可以不大問題 大家接觸 那我 我不用收起來的 我不用說 不知道會怎樣 我可以告訴你 所以 你記得 我跟你說過 身體 你是個CEO 你所有的 紅血球 那些細胞 就是跟你做事的 你說 那些細胞 不是很健康 或者甚至是過了期 又不健康 又過了期 會怎樣呢 應該說 為什麼更薄 或者更嘗試 嘗試去吃 或者用了一些 剛才趙博士說 可能是 言語流長 可能是 爸爸媽媽 再上一代 可能是公公婆婆 我是全城的 他們說 以前可以的 吃了是沒事的 你看看幾三眼 九十幾歲 現在 所以我要跟你講 例子 為什麼剛才要跟大家打底 講這麼多例子 由身體病 有菌 到風水 到感情偷食 為什麼要用一些例子 我就加多一個例子 很多人讀完三年班 三年班 你和我都讀過三年班 因為法國有八成的東西 是不記得的 那是不是問題呢 或者有些人考試 試過肥佬 是不是問題呢 當然 在一個考試情況裏面 就很大問題 因為看起來 死了 很多問題 但是 但是三年後 你現在試過衰過 六年班的時候 就只知道 不要這樣了 變了可能有些問題 還幫你警惕了 整個情況 所以 你不出事 就很多時候就說 其實沒有問題 什麼都沒有問題 就不懂得想 這個 所以你問我 你問我 答有沒有問題 其實 更好的方法去問 在香港 他經常這樣問 他就問我 那你會不會做 這樣就很不同 你問我 你問我 吃過期的東西 有沒有問題 還有我會不會吃過期的日子 是兩種不同的答案 可以是 也可以是 同一個答案 你現在還沒問我 你就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吃過期的東西 會不會死人 會不會一定入醫院 肚子 這樣問 又不一定 是嗎 是嗎 這麼多人都沒有 是 因為其實現在 你有一些製造的時候 那個方法 都會有 有沒有防護劑 或者幾天吃好 譬如現在 有些手信都是這樣的 譬如台灣 這樣算 買一些鳳梨酥 那你買的時候 七天而已 那你就想一下 那你一定 我們買的時候 就是去到旅行 最後那天才買 因為我搭飛機回去 譬如我當美國這樣算 再休息一兩天 其實送給人吃的時候 可能就是最後那兩天 是啊 其實越來越多這些商品 都會是 可能是 因為不是防護劑 或者那麼多 就是所謂的化學的東西下去 那所以呢 要新鮮吃 那所以 變成這樣東西 我其實慢慢 我自己的生活都會有些調教的 例如是 剛剛過完年 有很多賀年的糖果 那以前呢 就不要浪費東西 那譬如全盒那些吃不完 或者是怎樣呢 我們就打回去 就是打回去 你停一停在那裡 你剛剛說不要浪費東西 這個已經是值得在那裡逗留一點 是 就是不要浪費食物 但是浪費了人體的細胞 是 浪費生命力 讓你活少幾年 因為它未必是 那一刻出事的 可能在你 你最後 或是需要那段時間 去拿那些走的 那到其次你說 哇原來少了 剛剛 剛剛林普孫的時候 那一刻就先走了 嗯 或者他未去到 他的16歲生日 你就已經不在了 有時候是這樣去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 所以 資料呢 就算這件事 究竟我們是不是 拿了 這個 吃得 吃得 吃得就沒有浪費了 嗯 你知不知道呢 很多農夫 他們呢 平時的菜 他不吃 就是有機的菜 有機農夫 是 他不吃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不是很新鮮 他給那些雞吃 那些雞不介意 是 那又可以用回那些營養 是吧 可以用回那些營養 是吧 但是人已經不能吃了 嗯 給那隻雞吃了 試過 怎知道這隻雞死了 是 或者病了 跟著呢 他們想起就說 是喔不行的喔 幸好自己沒有吃到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就是有這樣的數據 你剛才問我嘛 嗯 我有沒有一些數據呢 有啊 你知道有些東西是不配的呢 就是頂不順的呢 是 是簡單到這樣 那棵呢 Maple tree 普通那些 普通叫Decidious tree 旁邊種一棵叫Evergreen 在旁邊 是 兩種很不同的樹 你知道種完在旁邊呢 就令到兩個都病了 喔 雙方病 一人不配 互相影響 是 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在人類種植的那些就知道了 你不能夠放一個 在山上找到的那些樹 在山下面的樹 Decidious 和Evergreen 放在一起呢 就兩個都死了 嗯 那怎樣死呢 就不會即時死的 看上去 哇你看做到喔 那為什麼在自然世界 就是自然的地球 你不會找到這些東西呢 通常就是大家 全部綠色的那些 Evergreen 就在上面的 在冷一點的地方 其他那些樹脫葉的那些 叫Decidious 就在下面的呢 就是因為兩個是不同品種的東西 你放在一起呢 就會搞到兩個的抵抗力都出事 嗯 但是樹不會說話的嘛 是 那你怎知道呢 那你怎知道 就是從它倒下來的時候 或者 你做一些看樹的專家 鑽進洞的時候 你會發覺 哇 那些樹會被蟲咬的喔 或者它有病的 或者看上去 那些樹不夠齊 那over time才會看到的 是 就是給時間內 那所以你剛才問有沒有問題呢 那等得久的東西呢 能夠等久一點的東西呢 就是一定要下防護劑的 你不下防護劑呢 就有其他東西會吃它 這些就是病毒啊 細菌啊 這些自然的反應是會這樣的嘛 是 那你放一些東西 它一吃就會毒死的 那現在呢 問題就是你吃了下去呢 就不會死呢 因為你比它更健碩 嗯 你又沒有那麼敏感啦 是 那變成了 你就可以頂得順了 但是那些防護劑 究竟吃了在身體裡面 又好不好呢 但是 記不記得有一次 我跟你說 那些鈣片吃了下去呢 是 發覺呢 又不是排出來的 但是又不是去那些骨裡 又流到血管裡 又流到血管裡 是的 那什麼東西會搞到這樣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吃煙 第二件事就是吃二手煙 第三件事就是吃鈣片 原來都會這樣的 是的 但是吃鈣片 就是個個都會這樣 如果是個個都會這樣 就沒有人吃鈣片了 但是就不知道 為什麼有些人會 又有些人不會 開始研究看一件事 為什麼有得這樣研究 因為大家呢 想著有得吃免費鈣片 就萬幾人進去 申請去吃 是 免費有得吃 誰不知呢 鈣花 是 原來呢 原來在血管裡 找到它吃完之後呢 然後就有這些鈣 在血管裡 那當然是不好 但是為什麼它會這樣呢 而為什麼另外一些沒有這樣呢 就剛剛你今天問的那個題目 就是 有些人喜歡吃過期食物 它還是當作可以吃的 它對自己 我問你一件事 當你吃過期日子的東西 你覺得你自己的生價 是不是很高呢 其實 原來 你是省了錢 我自己跟自己講 不是 我挑戰了自己 我說 其實應不應該吃呢 這樣 然後 不要浪費放了 落口 我那一下呢 我自己是有個茅頭 我相信很多聽眾 在這一段時間 可能 因為 其實有很多真的那些商品 現在就不是變了那個 譬如有效食用完日期 那些可能有兩年三年 它是真的一整完 你最好就盡快吃了 那你又放了一個雪櫃那裏 有很多不同的 大家理解就是 你要知道放了一個雪櫃 沒有拿出拿入呢 放幾天都可以的 就是從種種這些的 知不知道的知識 跟著就自己去衡量 衡量完之後會出現些什麽結果 不如這樣 我們聽聽廣報先 轉個頭回來 就看一下 在這些食物那方面 如果吃了下去身體那裏 會有什麽影響 好嗎 好啊 時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現正收聽的是 AM1400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為慶祝長食廚櫃公司 藍山飯市 20萬呎新店 盛大開業 及報答客戶 20年來支持 長食灣區各店 將一律舉行優惠大籌賓 查詢各門市報 請上網 KZKITCHEN.COM 財富管理和規劃 是非常複雜 和具有挑戰性的 它不僅是關於產品的問題 而是一個過程 來實現你的個人財務目標 Daniel Loi LTK Wealth Management 的理財顧問 承知邀請你參加 退休投資 稅務策略 信托三部曲 免費講座 報名電話 408-329-7549 408-329-7549 消灑走一回祝大家發財 兔年行好運2023 消灑兔年首個精選 由越南包括南北越文化 美食九天之旅 消灑各大理輕鬆唱由胡志明市 頭頓 美拖 河內 夏龍灣等美景 絕不是酒馬漢花 團費3099 包括所有旅遊景點門票 五星級酒店 國際機票 越南境內機票 三餐 無自費行 報名字電 415-391-8981 或親林華埠658號 即神街 見聞旅遊 非一般的所見所聞 造實力傳媒人 加入最強團隊 星島日報美西版 及星電視急拼多媒體新聞記者 調查報道組組組長 粵語視頻新聞主播 兼編輯網絡內容編輯 創意視頻節目主持 視頻製作技術 歡迎具有合法工作身份人士 申請以上職位 辛酬從休 請將簡歷發送至 hr at singtaousa.com 並請著名申請職位 詳情請查閱星島日報 廣闊創作空間 讓你一展所長 周末吃碗麵 個個都給面 好了 今天的題目就是 大家吃那碗麵之前 就要留意一下那碗麵的食用日期 因為這幾個星期的經歷 很多朋友送了很多糕點也好 或者在食物方面 有時可能為了省錢 就是一餐煮完之後 分幾餐石 那究竟食物的質素 或者吃落身 會不會有些大數據 或者報告 跟大家說回 會有幾大影響呢 接駁士剛才說到 其實會怎樣呢 是不是會即時有反應呢 如果你說肚子就知道 吃錯東西 或者是想回 哦 是啊 我昨晚在雪櫃裡 就拿了些放了四天的菜 送出來吃 所以就肚子了 是這些很實質的東西 阿智方士 其實在食物安全的方面 我們還有些什麽要留意呢 當然要 我反而擔心什麽呢 就是擔心這個心態 首先買了些貴的東西回來 不用得吃 放在這裏 等到他無緣無故抹射 等到他過了期之後 又不捨得放在這裏 又吃了下肚子 那是什麽心態來的 對自己 新年當然要學一下學一下 就說以前就是升官發財 現在不用升官了 現在就希望繼續留下來 發財 恭喜發財 但其實我寧願是恭喜健康 恭喜健康 為什麽呢 因為我發了財 我嘗試買健康 也未必買得回來 可能那個時間 沒有回頭 我可不可以能夠 我原來呢 下一年呢 我下一年呢 我下一年有那些食物呢 下一年的環境好些呢 我吃了今年 所以去年吃的東西吃不到呢 是不是要這樣呢 是不是要撿下去呢 那心態很重要 有些東西呢 有些東西呢 好東西呢 吃了下肚子 然後真的要消化到 消化得來才行的 還有就是現在呢 你也知道 經常說英文這句就叫 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所以呢 很多廠呢 就會藏了很多 很多東西等了在這裏呢 然後呢 他就等得久了 然後到賣出去外面 他又等得久了 因為沒有人買了 然後減價 你就見到過了期 有時候過了期都要賣出去 或者差不多過期買了 那你那種心態也是 就說 我打算 你反過來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沒有這樣對過自己的身體 就是說你自己 mentally 心態是 positive 些 會不會因為這樣 你反而找回多些 然後吃得好些的 又不會吃過期的東西 你又找多些 但是越來越多 因為你的心態 不會這樣對待自己 或者自己身邊的人 因為那些 那些 我不要這樣對待自己 我對待自己這樣的時候 有金 我都見不到是金 我當它 那些不是金來的 因為不是每次的金 都是好像平時 那些金那樣 可能有其他金汁 其實反過來 就是 原來是Quality 身體會好 因為 我如果用那個定的 那些負責 就說有沒有糖 有沒有很多菌 吃下去 你就會說可以吃的 但如果你反過來 就說 我的心態沒有那麼好 我的心情會沒有那麼好 可能我的Quality 會沒有那麼好 那你就會發覺 任何東西 為什麼呢 第一 壞的是油 在食物裡面 通常是壞 那壞的是什麼 是益了 益了會怎樣呢 益了不會肚子的 益了不會肚子的 你嘗試吃些益了下去的東西 不會肚子的 但是問題會令你整個結構和系統 卡住了 塞了膽 塞了肝 那會怎樣呢 那就麻煩了 因為那個價錢 你想說錢 那個銀碼 分分鐘你想找一個 他未必會看你的東西 嗯 他看了 斷了另一個症 因為他會有很多病痛 走出來 那你就去看 誰不知 我好說 那樣叫Tendinitis 就是那些筋 腫起來 你就去看跌打 他一跟你拉 這樣就死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不是肌肉 或者骨的問題 那條筋的問題 那條筋呢 有一個問題 就不能拉 有些病情是不能拉 就是剛剛的 通常都不是的 但是 但是平時五十肩啊 那些情況呢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拉了他 下次呢 更多些麻煩 嗯 你明白 所以 當你是set up自己 就是叫做 擺位擺得不好 通常不是經常說擺位 當你擺位的身體擺得不好呢 過期日子吃了下去會怎樣呢 你問我 其實問我 如果想中 問我我吃不吃 或者會不會給我家人吃 我的女兒吃 最巧 香港經常喜歡問 不要說你吃不吃 你會不會給你什麼女兒吃 一定是不會給我那些女兒吃 過敏了日子的東西 首先 其實如果是這樣 大家呢 要將自己的mindset 轉一轉 以後過年就是這樣 身體健康 才恭喜發財 因為通常都是恭喜發財 之後才申請